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台币这个礼拜仍然维持强势走深的态势 收盘今天会价是收在30.105 全州升值的幅度是0.32% 升了9.8分 显示资金仍然是持续进来台湾 另外在今天股市大幅震荡之后 贵买值 全州出现了收跌的状况 全州跌幅是0.2% 收跌了0.3点 跌不多 但是贵买值今天却是结束了连续6个交易日 创下收盘新高的行情 而且今天一跌跌了1.3% 跌的蛮重的 所以指数是跌破了5日均线 跌到10日均线上方 另外加全值 全州的涨点 因为今天的大幅震荡的关系 这个只有涨18点 原本今天盘中最高的时候曾经涨过近百点 所以很可惜 涨点没人守住 涨18点涨幅是0.16% 那周K线是联武红K棒 这个加全指令是强势的走势了 可是外资最近频频站在卖方 这也值得注意 外资到今天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卖超 今天在集中交易场卖超了1.46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9.69亿 贵买外资也卖超6.2亿 三大法人贵买合计卖超有22.29亿 怪不得今天贵买跌得比较重 这个22亿的卖压不小 同时在期货市场 外资今天也进行了大台的减码 卖超834口 大台的近多单流仓部位是34,623口的 近期新低 也就外资也同步的在期货市场进行多单的减码 另外在小台的部分 外资今天卖超了有104口 小台的近空单流仓部位是3507口 所以大台小台都站在卖方 合计的卖超金额大概是20亿新台币左右 所以这个法人没有偏多的操作情况之下 再加上国际传出重大的消息 就伊朗的最高指挥官被击毙这个事情 是美军无人机做的 所以说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 也使得台股今天上冲下起将近200点 所以这样的盘势 我们下周怎么来因应 赶快来请教大华国际政院投顾的 阮慧慈分析师 阮老师您好 末好大丸 阮老师今天报了将近2000亿的量 这个量很可观 是 不过中盘比盘中好一点点 因为在盘中的时候是超过2000 大概到2100还有一度最高 有逼近2200的预估量 所以因为今天早上的话 量爆得比较大 再加上昨天美国大涨 今天美国盘后大跌 所以再加上刚刚沐华讲到的 这个伊朗事件 所以今天盘中的话 在早盘大家看到量大之后 那么有一些人 大家就想说就先晒一趟 所以这个量就这样 就是说基本上你卖一点 我卖一点 它就量就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大家就越想卖 所以的话就 在盘中就一般不可收拾 所以今天从早盘拉回来幅度拉很大 高低点的话是差了一百七十几点 那到尾盘的时候才稍微拉起来 其实低点的话 今天的话呢 在接近11点左右就已经看到低点了 只是说市场上还是金魂未定 那么指数虽然是拉起来 不过今天个股震荡比较大 不过我们分几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从伊朗的这个事情来看 那因为美国盘后是大跌的 所以的话呢 台股常常都会预先反应 所以我们常都走在人家前面 所以的话像是这个美国 昨天晚上是这个大涨 那这边台股早上就先涨了 然后所以的话呢 那今天的话呢 大家看到美国盘后跌 那当然的话就先反应在前面 那不过的话 就是说这种预先反应的话 也表示说先反应过之后 反而礼拜一开低以后 那么反而就可能会有短线的转折 因为单纯从伊朗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就是说因为美国盘后跌 大家看起来觉得比较触目心惊 因为它早盘的时候 美国盘后就跌一百多点了 不过美国的话呢 说实在话 道琼毕竟是创新高的 所以的话呢 如果从道琼来看的话 因为它刚创新高 那纳斯达克也刚创新高 所以创新高的时候 它其实本来就有可能会拉回 所以的话我觉得 应该说与其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倒不如说是市场是 有点就是顺着这个理由来拉回一下 应该说找理由修正的 简单来讲的话 因为创新高的时候 本来遇到一点点利工 那就很容易会顺着机会去 顺势做个修正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是预先先反应美国的下跌 但是呢 如果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那么其实它还是维持在一个 高涨震荡的格局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下个礼拜的话 反而应该是没有这么恐慌 也就是说 那今天先反应过了 那下礼拜的话有可能 那么美国今天晚上跌了之后 那台股因为下涨月线 其实也非常接近 所以如果你没有只看 一两天的涨跌 如果从比较长的趋势来看 那其实的话 它还是一个上针轨道 所以下个礼拜我觉得 我们的先跌再涨 或是先蹲后跳的机会就很大了 好 那贵买相对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中小型股票 受到今天盘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大型全职股的表现 当然今天最主要还是要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占全职20% 台积电今天早盘的时候 曾经一度攻到过345块 凭了历史最高的股价 但是盘中最低的时候 跌到了335块半 所以一叉叉的有9块半之多 收盘是利守在平盘之上 收涨了五毛钱 收在339块半 成交了有41,000多张 台积电今天的量也不小 另外被动元件的股票很强 国距今天也有受到影响 这个差不多在近11点左右的时候 跌到了今天盘中的低点之后 就一路拉升了 中场是收涨32块之多 涨幅有高达7% 另外华兴科 也是收涨了有将近快7% 也涨了16块 所以被动元件的股票 仍然是盘面的主轴 多头的很重要的部队 不过光学股今天就落了 大力光今天守不住5000块 大跌了150块 跌幅将近3% 玉京光今天中错了4%多 跌了26块 收在579% 这两档一线光学股今天 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错 所以文老师在个股的部分 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看到台积电能守住平盘 但是光学股相对玉京光跟大力光 就拉回的幅度就比较深了 因为台积电的话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台积电的话 就是短线跟中线在较劲 就是说就短线客来说的话 当然你看到美国盘后跌 那美国盘后跌的话 当然外资就很容易会 基本上对全资股就不容易站在买方 那所以的话呢 那短线客的话呢 在创新高之后 今天就拉回一下 就会想要先出 但中长线的话 它就会逢低早买点 所以的话呢 它会造成今天就开高以后拉回 但是那它低档又收个下影线 所以这就表示说 其实台积电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不看它很短的一两天的差价 那事实上的话 台积电的整个的方向也没有改变 就是说第一季的话 它现金制程还是会如预期出来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速度可能还比预期更快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的话 基本上它走它原来多头轨道 这个就没有改变 但是个别族群的话 就差异比较大 就是说以刚刚问到的 就是玉京光跟大力光这部分来讲 那么玉京光跟大力光 虽然这一波是这个玉京光走得比较强 但是的话指标绝对是大力光 为什么呢 因为一线厂和二线厂之间 它们有所谓的轮动 也不说轮动 就是说它们有产能的替代效应 就是说当一线厂满的时候 它订单会外溢给二线厂 对不对 那一线厂的话订单接得很好的时候 有些订单的话 就像这个去年的话 玉京光的订单就有很大的掌获 但是如果当一线厂的状况开始 比较没有这么样的强劲的时候 那么对二线厂就会有挤压的效果 所以的话呢 这个和被动元件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被动元件的话 国具跟华星客 它们两个基本上是各有各的好处 应该说它们并没有一线跟二线的问题 它们两个都是一线 但是呢 在光学元件的话 如果你手上玉京光的话 那如果大力光续叠的话 那玉京光会介意 你就不要再追加 甚至于可以在高档线或一把档一趟 所以这是产业上面的订单的效应 它会有这个效应存在 不过我觉得盘面上比较特别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今天的话 有一些热门股票也都拉回 不过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 有一种是涨多拉回 那有一种的话是 还是持续弱势 所以操作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要注意的就是说 涨多拉回的股票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换索 我觉得就比较OK 但是的话呢 有些股票是 它在最近没有涨 但是呢 又反而是到今天 便是涨的时候没有涨 跌的时候又续跌 那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 反而大家就要特别去注意 把人上面抽码是不会冲动 所以我们看 比方说像是3081的联亚 那联亚的话 是最近都是在涨的 对 但它今天就拉回了 那今天其实是创新高拉回 因为早上都有创新高 然后创新高之后拉回来 所以像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的话 短期上还是维持一个上升的轨道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从比较长一点去看的话 那从中线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周线来看 你会发现它中线 其实周线还是在一个 就是刚打完底的一个低档区 那我们当时讲过说 今年的话跟去年的主轴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一样是5G的东西 但是5G去年有5G的主轴 那今年有今年5G不一样的主轴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今年来讲的话 你看像光通讯 它相对就强很多 因为光通讯去年没有涨到 因为去年第一开始的基地 还没有完全一开始还没有用到它们 但是今年的话在持续在弄的时候 基地台的基地台和基地台之间 它就会开始用到所谓光通讯的东西 它效果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看最近在强的股票 就包括像是联雅 那或者包括像是光环 其实它们都是最近相对强的股票 对不对 但是的话你看像是 刚刚讲到的这个像双红 它是相对来的比较弱 所以双红的话 在最近的这一个月内 基本上是涨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涨 但是跌的时候又有跟着跌 那今天的话其实就跌破了近期的低点 所以这其实就是说 也是一个投资理财的观念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问说 像双红的获利的话 它在第四季的第三季的获利 第三季的获利是4块1 那获利其实是创下新高的获利 而且获利的成长力道也很强 但是它的股价在那个时候 就几乎见到了高点 所以这就我们以前常谈一个观念 就股票的话呢 它其实看的是后面的YY 而不是你现在看到的YY 所以呢 为什么说2019到2020的时候 你要找的是2020会大成长的 而不是2019已经大成长股票 因为2019大成长股票 那除非2020年的成长幅度 要胜于2019 或者不小于2019 要不然股价的力道就会减弱 那股价减弱的力道多少 就看它这个YY下来的幅度多少 那如果说它本来是成长五成 变成长三成 那它基本上可能还是可以维持强势 但是它的斗角的力道 就不会像以前这么强 那如果它本来是成长三成 那到2010的时候变成长一成 那这样的话呢 它甚至就可能会出现是变成是盘头下跌的状况 所以的话这是投资理财上面一个跟一般人认知的东西 会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看到像双红第三季赚4块1 那去年同期它只赚了好像七毛九吧 那大家看到是大成长 但是它的股价高点也就在这里 所以就是说像散热的这一块 像是双红也好 或者是像是3338的泰硕 他们今年的话呢 YY成长幅度很大 但是股价之所以弱势就是 大家没有把握它的2020年的YY能不能够那么强 因为2020年的话新的产能就出来了 对不对 之前讲新产能不够 那VC非常缺等等之类的 那现在的话到2020的时候 新产能都出来之后 那就变成是供需的问题 跟ASP会不会有影响的问题 所以股票的话我们再看未来就这个重点 所以我常常讲说2020年现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要看的是2020年成长空间大的股票 2020年YY大的股票 而不是2019年YY大的股票 所以的话呢 涨多拉回股票跟这个涨的时候没有 跌的时候又跟着跌的是不太一样的 那盘震荡的时候其实有个好处 就是你就可以顺势把不会涨的换到会涨的 或者把趋势比较不强的换到趋势强的 因为大家都拉回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好处 反正你跌的换跌的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一样的资金 把不会涨的股票换到会涨的股票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2020年当然有2020的新格局 所以你看像今天的话 虽然指数今天表现是平平正式开高走地 但是今天的话 今天会脱就继续创新高了 对不对 今天的话已经走到138块钱 收盘说130 那最高到138块 然后又继续创新高 然后那么从80块钱到138块钱 这样就58块钱 58块钱其实已经72%了 对不对 72%的意思就是说 你用100万下去买的人 你可以赚72万 对不对 而且是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直接赚到72万块 那重点也不是说赚多少钱 重点是这种赚钱的方法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其实投资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 他真的是一个很很复杂的学问 这个学问跟大家想象的东西 又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人买股票是说 我今天买五档 对不对 那我赚四档赔一档 我是不是应该会赢 可是很多人不是 很多人是 他即使是五档股票 赚四档赔一档 他还是输 为什么呢 赚的买的很少 赔的买的很多 对啊 或者是赚的只有赚2% 赔的赔28 就不舍得停损嘛 对 所以其实一般人的逻辑里面 大家常常会想到说 我买五档股票 我赚四档股票 赔一档股票 但到最后 很多人发现他还是赔钱 因为大部分人的做法就是 就这样 不然就是赚的买很少 赔的买很多 不然就是赚的 你只赚一点点 但是赔的赔很大 了解 但是其实真的 像是巴菲特他们来讲 他其实他赚的股票 跟赔的股票 如果你要比档数 他不见得是赚的比较 档数比较多 但是他差在一个地方就是 他会有大赚的股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其实股票赚大钱 最大的重点就是 该大赚的股票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赚到 如果说你有 该大赚的股票 你只要有赚到 那基本上就赢了一半 是 对不对 因为你该大赚的只要有赚到 剩下的你小赚小赔都没有关系 你基本上你一定还是大赚 对不对 那如果你每个月都用一样的方式的话 那你一整年下来就一定是赢家 对 所以这个才是投资最重要的时机 而且这个哦 越是在资金大的人 他效果差越多 是 对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只有几万块在操作 可能还感觉不出那个效果 可是如果你是一百万在操作 你一百万像惠特好了 一百万你就差七十二万 对 两百万你就差一百四十万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一百百万两百万 你如果有买到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其他的股票 你随便怎么做 你都是赢定了 所以我觉得投资上面 刚好今天这个盘 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因为有时候 大家平常在看就是 股票市场就是很多很多的消息 漫天的消息 然后有各种利多也好 利空也好 那很多人就是看了之后 会买很多各种不同的股票 然后呢 进一出进一出出 然后最后一个月下来发现 也没有赚到钱 那这个其实的话 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你要 该买的股票要买 然后怎么买 然后该买的时候买 该加码之后加码 其实你如果都照这样做的话 那我觉得一定会差很多 这是我们之前讲三个步骤嘛 对不对 股票其实就是会涨的 后面大段的股票 起涨的时候买好 第一点 对 买好了之后 其实你就等它涨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 到相对高档的时候 你就轻松的获利出 没错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股票只有三件事情 是 那这三个步骤的话 如果你像是建策好了 建策的话 你一百八十几块买 对不对 上来了一大段 那到这个 这两天的高点 昨天两百四十四块 其实那边你也可以先出一趟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一百八几块买 然后轻轻松松转一转 上来后到两百四几块 你就随便你怎么出 你没有出完两百四十二 你出了两百四十也没关系 出了两百三十八也没关系 你怎么出 你都一定是大转 对不对 而且你一转就是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的差价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 我觉得刚好在今天 反正当的时候 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很好的一个机会 是 因为我们 毕竟在市场很久 对 所以看过投资人 也真的很多 那我只能说 我真的看到 这么多年的操作 跟这么多年 看过这么多投资朋友 我觉得真的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赚钱的重点 就是该大赚的股票 你一定要有 一定要掌握到这种 会有大波段上涨 行情的个股吗 对然后你一定要 整段有赚到 你只要每一个月 甚至每一季 你只要都有赚到这种 你一年下来 你一定是赢 只是你赢多少的问题 你是赢五十还是一倍 只是这个问题而已 但是你一定会赚大钱 是 但如果你忽略掉这个的话 那其实就很可能 就是很忙很忙 但是呢 没有赚到很多钱 白忙一场 对 所以我才想说 今天盘的话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还OK 整个盘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看成是一个 创新高以后一个 借机 拉回 就是找理由拉回 那拉回的话 其实在月线 就会有很强的支撑 只是说盘拉回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 要你手上的资源 就是说 很多朋友 手上有很多股票 然后档数也可能很多 那我觉得 其实你手上的股票 就是你自己的资源 你可以用这些股票 来去直接做转换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你手上的股票 去换圆月的标股啊 对不对 就像如果在半个月前 你也用你手上的股票 去换标股 换成惠特的话 你是不是就全部转板了 对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管你前面 有多少股票 套我脑都全部搞定了 对 所以现在一样的意思 趁盘拉回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 也可以把握 我们的168专案 反正呢 大家可以用手上的股票 来换圆月的标股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不用再拿出 其他的资金 因为你手上的股票 就是你的现金 就是你的资源 那你用一样的资金 一样的资源 让他换成后面 汇标的股票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是对大家 最有帮助的 而且呢 圆月份就可以直接赚大钱了 确实 其实买股票不可能 党党买到都赚了 我觉得刚刚阮老师讲 很有道理 就是说 如果说你 能掌握那种大波段 而且呢 是那个 长多行情的个股 而且你是集中火力 在这种股票上面 即使你其他的股票 买到是赔钱的 你都无损于 你整个total的总获利 因为我们 操作股票 我们投资 我们是看total 这个所谓的总报酬 并不是看单一的个股 不是说你这档股票 一定要赚 那档股票也一定要赚 重点是你总报酬 到底是赚还赔 所以说 你总报酬要赚 一定要 讲白话一点 要压对保 你要买对 而且是资金要 陈述要够 集中在这种会涨 而且是大波段的个股上面 才有效率 非常谢谢 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阮慧智分析师 谢谢阮老师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慕华 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 龙虎达在我们节目现场 虎达你好 是 虎达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同样这两段有直播 这个虎达今天要给我们带来 财讯的一篇内文 这个是财讯597期的 这个双周刊 内文叫做降噪蓝牙耳机 其实现在目前这个蓝牙耳机 真的非常夯 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管坐捷运 公车走在路上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 很少已经是在挂那种有线的耳机了 就是那个还是用线的 如果没有用那个AirPods 这个已经是很逊了 所以我自己都很想去买一副 来用一用 所以我不想听众朋友 你还是在挂线的呢 还是说已经用到这个TWS 真无线蓝牙耳机 所以这个商机可见已经在爆发之中了 所以今天赶快请宏达来谈一下 这个所谓的降噪蓝牙耳机 它的商机到底有多大 对我刚刚跟慕华讲到 我刚刚开始注意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10月的时候 我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说这个华强北 大概在这个苹果 这个这款产品非常低调 连那个发表会都没有 但是呢 这个在这个深圳已经 他上市不到10天 就就宣布说 我们已经有高仿的复制版了 让我联想到 要怕此的高仿复制版 对而且是可以降噪的 我想说哇 要这么短时间内要凑齐这个晶片 到这个所有的供应链了 表示这个一定是高度被注意的 这个市场的这个话题 那果然就是从 不管从销售 还是从这个市场的反应 我想就像刚刚沐华讲的 你坐捷运都可以感觉到 这个东西确实在发酵 因为在我们看这个新闻的过程里面 其实在苹果刚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被看好的 因为刚开始大家觉得说 一个耳机要卖到5000块以上 因为第一版是大概5000这个价位 然后很容易弄掉 那刚开始大家都是疑问一大堆 可是这一年下来 你看苹果的财报 就是这个耳机这个项目 其实已经不管是旧的 还是新的这个AirPods Pro 总共已经为苹果带进了 大概1800一台币的一个收入了 那你现在看外资分析师在谈苹果 一定都会谈到这个关键字 就是AirPods 所以在手机已经饱和之后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 这个耳机的供应链 其实是现在非常被注意的一个热点 好 其实你加上华强北 华强北就是深圳最大的 我们过去讲的山寨基地 也就号称 你在这边可以找到所有 电子零组件可以去拼凑 任何一款当红的商品 对不对 那华强北现在也推出了真访的 就代表说其实这个商品 的确是热度可期了 对 其实你在台湾也可以感觉得到 我写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上去看了几个网站 第一个网站是Amazon 因为我写的时候刚刚是耶诞节 耶诞节那天你上美国最大的购物网站Amazon 对不起完全没有货 卖光了 out of stock 完全没有货 然后我就在台湾的购物网站 拍卖网站也搜寻 以前我们刚刚讲的真无线蓝牙 其实苹果的要5000多块 在这个耶诞节的假期 在台湾的那个拍卖网站去找 两三百块 一样蓝牙无线 如果要能够降噪 就是把外面的这个噪音能够隔绝降低下来的 其实1000多块就有了 这么便宜吗 真的这个因为这是你要网路上去搜寻 因为因为我们刚刚讲很多品牌 好像小米像华为 他们都有出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像华硕 还有这个Nokia 他们都要跟进来出 所以其实在这一次 我觉得写这个报道给大家看 其实我自己觉得比较大意是说 这个东西在扩散 就像当初的这个手机 手机触控 从苹果开始做扩散 现在苹果可能相关的供应链 你看到它的这个获利营收 也许已经反映了一部分 但是其他的这个追随者 正准备要追上来 所以这个Android的 这个真无线降噪耳机的供应链 其实你你只要搜寻最近的新闻 就看到一大堆的新的品项 正追上来要发表这个 他也说他自己有降噪 跟无线的这个功能 好那这个自然就会有很大的 零组件跟组装的商机吗 对对所以这个市场 你去剖析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有分析 就说他其实分低阶跟中阶 那其实这个大陆有有讲到这个 总是现在是低中高的 同步同步的来发展 所以我们讲几个数字就好了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其实无线的蓝牙耳机市场 是很小的 他大概在五千一百万的这个规模 那其中苹果大概占了三千两百万 可是到去年整个翻倍 大概有一亿两千万 整体的市场是一亿两千万 组的一个规模 那苹果也翻倍了 苹果大概有六千三百万组 占一半了 对占一半大概是稳定的 所以呢预期呢这个到2020年呢会超过一到一亿八千万组 所以他整体的市场其实是不断的成长 那过去你就回忆 其实推这个无线耳机的品牌 其实是比较少的 我们以前印象中的降噪耳机是很大一个 这个整个覆盖在Boss 他们都有出这个降噪耳机 可是现在真的就是开始他第一个缩小了 然后无线 以前我想当初批评苹果推这个AirPods的人 可能没有想到说 一个这么小的耳机 其实无线本身 他就已经有很大的吸引力了 因为苹果这次有个很特别的设计 他他加了这个充电盒 所以他可以延长整个无线耳机的这个使用的时间 你如果搭配他的方法可以到一天 那还很特别的是说 其实呢这个降噪耳机在苹果的这个软体的加持之下 他甚至还可以拿来当这个助听器来使用 是哦 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个资料 他说苹果的那个界面上有个耳朵的装置 你去搭配那个降噪耳机的话 他可以透过手机去收音 所以他说我们以前讲指向性麦克风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你这样可以听到最远 可以听到15公尺之外的声音 是哦 所以他这个就 这是还可以拿来当那个窃听器 对 所以呢他这里面你去看苹果的设定 他是可以去调整说我要过滤掉 我不要听到的音频 所以这个很好玩 以前耳机我们很单纯 他变成传产是 我们觉得他只能够拿来听声音 对 就没想到现在呢 你变成降噪之后 第一个 我选择不要外面的噪音 我只听到听到音乐 这是一种 那种就是 他也可以变成一般的耳机 说那你我就按一下 别人跟我讲话我听得见 但是我刚刚讲的是第三种 你要听很远的时候 你说我要迁离顺风耳 15公尺的顺风耳 现在苹果可以做得到 好 不过真的不便宜 这要将近8000块台币 对不对 对 它是一个蛮贵的东西 将近8000块 所以现在耳机出现了新的模式 你现在可以一只一只的买 我可以查了一下 如果你的耳机掉的话 其实在售后服务 它是变成你可以只买一只 一只就一半的价钱吗 对 还是很贵 至少不用买一副 如果你掉一只的话 你买一副 那有三个 你到底要干嘛 对不对 好 这也还蛮人性化的话 好 那台湾可以有什么样的利基 在这波浪潮下面 所以其实从这里面可以第一个看到说 究竟有谁在这里面 那我想其实台湾的话 这一次比较大变化的是在PCB跟封测的部分 像台湾的这个药华跟华通 就我们的了解 现在也都是生意非常好 因为做这个要做这么小 然后有这么多功能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PCB上面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创新 那新的AirPods Pro呢 它甚至加进了半导体的新的技术 把它做得更密集 所以像台湾的南电 金硕 还有真顶 他们是通力合作 那在电池这边呢 其实像星浦 还有轴承的这个新日星 他们都在这里面都有个角色 好 那组装厂主要是大陆的力讯 对 其实大家讲说 它其实是最纯的这个AirPods Pro的这个概念股 因为它在这里面就扮演了一个主要的系统的组装的角色 等于总集成了 大家都把东西交给它 由它来做出来 好 那你觉得这个成长的趋势跟动力可以持续多久呢 因为看起来你刚讲那个数字是真的很强的成长 2018年5100万 到今年到1亿2000万只 1亿2000万组 这个成长的幅度是超过一倍 那另外到明年 对不起 到今年1亿8000万组 这个去年是1亿2000万组 是成长50% 那在前一年是成长一倍 所以从一倍到成长50% 然后再继续成长 它的这个趋势跟动力可以持续多久 我想对我来说最直接的指标就是Amazon这个缺货的这个讯息 表示说是真的是有这个需求 那这个其实在可以维持多久 我们的了解是在耶旦节的时候 苹果其实就下了一个指令说 本来可能月产能是100万组 它就加倍 希望能够到200万组 所以现在是在追赶的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按照这个投顾 这是分析师的预估 应该到2021年 2020或2021年应该都还是会持续成长 好 那我看到你也有点名几家公司 像瑞玉像美律对不对 对 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像麦克风 因为你知道其实它能够做到这个降噪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就是我们以为这个耳机里面 只有麦克风 只有喇叭 其实它里面还装了一个麦克风 它要听到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来决定要给你什么讯号 所以这个AirPods Pro 有两个麦克风 一个对外 负责侦测外面的噪音 一个对内 去听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像台湾的这个玉太 它这个做高阶的这个半导体的Mans的麦克风 它最近也是表现蛮强劲的 那另外台湾在半导体这边 像瑞玉它是在这个蓝牙耳机晶片这边做得非常好 我记得我去年去Computex的时候 他们还很骄傲的告诉我说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高指向性的一种麦克风的晶片 那时候还没有联想到这里 那他们得了一个Computex的金奖 他说这个是非常难做的 那现在就看得出来说 当初的这个技术的投入 我现在就知道可以用在哪里了 好那美律是主要是做扬声器 对美律做扬声器 好所以这些公司都是相关供应链 听众朋友可以去再去了解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直播现场的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 宏达今天台积电的盘中最高股价到过345块 平了历史最高点 平了 但很可惜的没有收在这个位置 而且盘中一度打到了335 哇 这个一叉叉了9块半 那中厂是收涨这个五毛钱 是收在平盘之上 收在339块半 今年台积电整个产业趋势怎么看 就整我们整个半导体 包括记忆体的产业趋势 你的看法是如何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部分 还是持续的领先了 目前了解一下5奈米 大概在第二季应该会开始进入 比如市场或者是开始量产的状况 那控出来的产能其实我们知道AMD 我们在之前有谈过 就是处理器这块AMD的公式非常的强劲 所以当时7奈米控出来的这个产能 AMD会很有兴趣要来下单来把它填满 所以我想当明年5G 各个大家都需要这个高性能的晶片的时候 台积电的前景应该是蛮好的 好 那有没有追兵呢 三星会不会追上来呢 其实三星的股价表现在19年末的时候 是相当强劲的 特别是在最后一季 记忆体价格持稳 对 但是三星的去年第一季是非常不好过的 因为三星在19年第一季的时候 几乎是这个摔得很惨 获利腰斩 可是到19年底的时候 大家认为说 这个记忆体的这个事况 慢慢的已经要回稳了 那记忆体正是三星最重要的 这个营收的来源之一 所以我想这个外资应该已经先看到了三星的状况 那今天这则是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这个李在荣三星的这个负责人 他就宣布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三星已经拥有了这个三奈米的技术 那这个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我们在内部大家讨论就觉得说 这个三星这个过去的记录 也是在七奈米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所以我觉得说 他到底能不能够什么时候能够量产 我觉得才是一个关键 对 三星不是宣布十年要投资多少 1600亿美金对不对 对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超级惊人的一个大数字 对 但是加起来是比较大 平均下来的话 160亿跟台积电差不多 也差不多 平均下来其实也差不多 而且台积电如果不断的这个 在推进的话 也许未来现金流可能还要比现在要更来的大 不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百度 百度今年要开始生产第一款AI晶片 叫昆仑 就他是找三星代工 当然 但是最近三星才出现跳电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大家都会要分散供应商 但是能不能够顺利生产的出来 我想这也是很关键的 好 那记忆体价格是不是确定回稳了 会直稳 甚至直稳往上走高 报价可以开始这个调升呢 目前的了解 就是说在NameFlash的部分 在上一季已经触底了 那在D-RAM的部分 大概在这一季会开始触底要反弹 所以我想这个不管是对于伺服器 或者对PC 或者对手机各个产业 我想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你的意思就是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已经确定落地 对会会有 对因为接下来如果需求要往上走的话 那就才会开始触底 对啊 因为昨天也就最新一个美股交易日 等于是美股美国开红盘了 元旦第一天的交易日 AMD股价大涨7% 对 AMD股价收在美股49.1美金 真是吓死人 这是历史最高价 一天涨了7% 其实最近倒是Intel讲了一个特别的讯息 Intel说我们不要再执着 再只是要看那个 这个CPU的这个市占率要最领先 他的意思是说呢 他要看整个半导体的这个市占率 他认为他现在只有很少 他要做到这个半导体最大 但意思就是说呢 他恐怕以后不会是把全部的力气放在压制AMD的这个CPU的这个市占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想AMD的这个公式还会越来越凌厉 那AMD自己在想说 前程的缺货呢 其实不是这个台积电产能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没有料到会卖这么好 所以这很有趣 就是说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力道这么大 所以我想他对台积间的下单应该是会继续的加强 对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 那个亚马逊的十大畅销商品里面 其中有一款就是AMD的晶片 对因为他过去没有这个先进的好的制程 可以帮助他把这个架构设计出来 那现在以前这个Intel叫做TikTok战略 就是说我一代的更新制程 一代更新这个CPU的这个架构 所以外面的人以为说 你AMD是不是也要玩这个方法 所以也是不会推进的这么快 就AMD说没有 我们要全力加速 每一代就是用最快的方法 把这个技术全部更新到最领先 所以这个CES马上就要来了 这些大厂马上就会摆出他们的活力展示 你就知道2020年的趋势会是怎么样 好所以CES也是一个看点 非常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今年 看整个消费电子的一个趋势跟方向 另外那个武汉红星啊 最近的新闻就是说他已经进了机台了嘛 对不对 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个上梁而已啊 他的这个武汉厂已经 据说是艾斯摩尔的机台已经露出了 对我们这是看到说12月20号 其实呢武汉红星还特别办了一个仪式 说是迎接这个ASML的这个设备进场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最让我们在意的人 是这个台积电之前的 这个共同职营运长讲上意 因为这个是等于他 他也是武汉红星的CEO 那这个进场仪式也等于就是告诉大家说 他的这个设备已经到了 准备要开始一展身手了 好那你觉得武汉红星 他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好像我就知道他是16寸长 12寸长 12寸长 然后是14奈米 对但是我我们这次看了资料之后 发现他比这个紫光还要神秘 因为紫光的至少他的股权结构 还会让大家知道 大概说他是迷你企业 但是我们这次发现 这个武汉红星登记的这个大股东 其实只有一家 而且这家公司登记的时间 还是比武汉红星成立早半个月 可是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是为了他生出来的 可是武汉红星的第一期的投资的金额多大呢 千亿人民币 520亿人民币 大概是2000亿的台币 这才是第一期 所以总投资金额是高达1280亿人民币 那像加起来已经算5000亿台币了 所以才一个股东 一个大股东 占股70% 一个公司就可以拿得出这么多的钱 而且我想能够请得动 奖上一台积电前共同营运长 这样子的分量的人来主持 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有非常多的好奇 他到底将来是要主要生产什么 连大陆的媒体曾经有写过一段 就是说这么大的资金后面可能是有军方的色彩 所以我想他应该有客户 好 这个武汉红星的动态也很值得关注 不过先前什么厂房土地被武汉市政府查封什么 后来也很快就解冻了 看起来应该也只是一个小乌龙而已 这个背后的结构 跟未来他的动态 我们会持续关注 非常谢谢宏达到